射的 射的 射的是发送咱们的命令的一种方式 第一种卡的 第二种就是咱们的射的 射的 咱们稍微的来看一下 射的它是像什么 射的前称 前称咱们应该是什么 STM 流的 流式处理 EDITO 流式编辑器 对 少一个A2 好吧 这就是咱们的流编辑器 这就是咱们的SED的一个内容 好吧 然后呢 注意咱们这个流呢 它是一个什么 SED是一种在线编辑器 对 在线编辑器 然后什么 一次处理一行内容 好吧 这个咱们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一样 包括卡的 包括什么 A2K 包括射的 我们其实包括以后的咱们的 M2 包括咱们SPA SPA 都是这种的 一式处理 但是咱们要注意 这个跟咱们其他的不同的是什么 处理时 直接写下面吧 它会把当前的什么 当前处理的行 先存储在咱们的什么 临时缓冲区内 好吧 就处理的时候呢 咱们实际上咱们的当前的行为数据 可能会成熟在临时缓冲区内 然后什么 这个缓冲区称为咱们的模式空间 好吧 模式空间就是它什么呢 它才能够SPA 应该是 好吧 模式空间 对 模式体配嘛 对吧 那是不是都做这个 就包括咱们的那个 正在表达师啊 包括咱们的Xmail啊 我们其实都有这种的模式 好吧 那然后接着等什么 设定 然后命令会 会等什么 处理 缓冲区的 的内容 好吧 处理完成后 会做什么 处理完成后呢 咱们会把 缓冲区内的 内容 发送到 中端吧 也就是咱们的屏幕也行 好吧 发送到中端里 咱们的输出单了 标准输出 对吧 注意这个是吗 咱说过这个 注意看它是怎么做的 把 缓冲区内的内容 发送到咱们的屏幕 也就是咱们设的呢 它实际上不会改变你的文件的内容 没有 不会修改你的文件的内容 它只是把你的每一行数据 先读到你的缓冲区内 然后咱们设的 咱们设的 咱们针对的是 内容是吧 针对的是缓冲区 好吧 原始文件咱们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好 好 那这个呢 就咱们这个 接着什么 处理下一行 对 然后一直什么 一直重复 直到什么 直到咱们的整个文件都处理完了 所有内容都处理完成 好吧 这是咱们这块的 咱们什么 咱们刚刚说的文件的 文件的内容 不会发生变化 这是咱们最大的特点 好吧 咱们针对的是缓冲区 还不是你的文件 这是咱们设的作用 好 那然后咱们大家咱们就是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介绍 第二个呢 咱们是地址 指是哪个 这个 好吧 对 确定你的地址 对吧 确定你地址 就是咱们这个你看的还是剩的 咱们其实包括什么 包括你看的包括什么 咱们刚刚是不是都有什么 都有一个什么三啊五啊 然后什么啊 三杠五啊 然后十啊 这种的使用吧 对吧 就是这个其实也是你的什么 也是你的定值啊 确定你的什么 范围嘛 对 确定你的范围 这个咱们就可以 好吧 那然后这个呢 咱们就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定值咱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好吧 定值呢 就是咱们的设的可以通过定值然后来什么来定位啊你所希望编辑的行好吧 咱们这里当然是什么 咱们说说的你的边际呢 实际上就是你的处理吧对吧 你要把哪行拿到你的缓冲区内来做处理好吧 那这个该地址用数字来表示对吧 就像咱们刚刚说的咱们咱们要处理咱们拿出咱们第三个字符拿出咱们三到五个字符拿出什么 但这里咱们对咱们的定值呢是行上的 好吧 咱们要处理哪一行 对吧 比如说处理第三行 为什么 哪个三就OK了 对不对 如果是什么处理三到五我就比较什么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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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这里跟咱们上面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好吧 对吧 那这个咱们就是用逗号来分隔两个行号吧 对吧 表示 对 表示以以以是这个写吗 以是这个吧 对吧 wrestle 这两行 这两行为奇子节点的 指呢 好吧 为奇子的行的范围 这是咱们这一块 好吧 三 逗号五 用逗号分隔 这是咱们这一块的 好吧 当然是注意咱们包含咱们起始的两行 包含咱们的这两行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范围 当然咱们是用咱们的叫什么符 多乐符 用多乐符表示咱们多乐符 咱们其实昨天应该用过 是多天还是前天 前天VI编辑器 对吧 VI编辑器咱们说过 多乐符表示你的最后一行 好吧 VI编辑器咱们是说过什么 替换的时候 咱们要从第几行能够替换到第几行 不就这么用的吗 对吧 多乐就表示你的最后一行 好吧 好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那范围咱们刚刚说了可以通过什么通过咱们的行数 或者咱们咱们咱们的正则 对正则表达式来确定 好吧你也可以什么写一个正则或者写一个一斗号五就OK了 好吧写个一斗号五就OK了 这是咱们的设的咱们的一个比较重点的 当然设的咱们注意咱们什么 这块的一个 对它的用法 发送 它等于说是发送咱们的执行命令 好吧 发送执行命令 你看这个设的 然后呢 地表是第一个吧 对不对 那二的第一个是什么 第二行 第二行吧 范围嘛 咱们说 对不对 然后什么 如果说你这里的二斗号五呢 第二行到第五行嘛 对不对 咱们刚刚说了 这就是你什么 这就是你的范围 这就是你的范围 删除什么 然后什么 或者你其实你像下面的 那对话什么 然后直接什么 多了福 好吧 多了福 然后注意看这个查找的命令吧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VIP系里面咱们是不是查找命令 咱们就用这样的来表示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咱们注意啊 就是什么 其实设的呢 实际上你执行的命令 都是咱们在VIP系里面 咱们能执行的命令吧 对不对 咱们VIP系里面咱们什么 咱们来一个什么快捷店 或者咱们来一个搜索 删除什么的 咱们都是这样的命令 好吧 都是这样的命令 一样 然后呢 替换你看一下 是VIP系里面 咱们就这样来做一个替换吧 对不对 所以这块的命令 咱们实际上可以做很多的命令 好吧 那等于说他就是发送一个命令 然后给你什么 咱们不需要打开你的文件而已 对吧 咱们VIP系咱们什么 打开你的文件 然后 出来什么 西伏腾冒号 笔行 命令行模式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什么 所有的你的笔行命令行 执行的命令吧 对吧 执行的命令 那这个就是咱们来设的这个作用 好吧 但是咱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 设的咱们说过 不对你的原始文件 生效吧 对吧 所有的操作咱们只是什么 只是把你的原始文件内容 把你乘除到咱们的临时缓冲期里面 对吧 所有操作咱们只是对你的缓冲期内的数据有效 你的文件内部的数据咱们是不会做改变的 对吧 这是咱们设的命令 就是单纯的只是做一个输出操作而已 好吧 只是做一个输出操作 那这个咱们的命令的说明呢 咱们这边其实都是有的 所以这个呢也一样 我也不在课堂上然后去写这种的命令 好吧 然后咱们前面说过所有标红的部分 都是咱们的重点掌握的 当这块咱们说什么 标红的部分实际上就是咱们一些比较简单的 比较常用的命令 好吧 比较简单的常用的 然后下面的这些呢 那咱们就可以什么 你稍微看一下 平常也不会太多的去使用了 好 那下面咱们就再接着就是来看一下咱们的AWP 咱们的AWP AWP AWP AWP